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日表示,他将会要求11月3日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挑战者前副总统拜登,在星期二晚总统竞选辩论之前或之后进行弱检。 特朗普说,这个显示出拜登在今年前几次政治辩论当中表现参差不齐,是因为他曾经释约。 特朗普在最近几个星期提出这个非正统指控是在他几个月来继续在全国民意当中落后拜登之势提出的。 特朗普和拜登将会进行三次辩论,在星期二科斯新闻记者克里斯·华莱士主持的90分钟辩论将会是第一场地点在中西部俄亥俄州的城市克里夫拉。